把豆腐倒入蛋液中出锅 送煎变美食 这种做法我也是第一次见 真的是太好吃了 赶紧封献给大家 前面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吧 我们准备一块老豆腐 把它斜刀切开 然后把老豆腐我们给它切成块 切的块稍微厚一点 切好的老豆腐 放到一个盘子中 暂时备用 我们准备一个碗 一边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一小勺的食盐 用筷子把它们搅拌均匀 搅拌好以后放到一旁 暂时备用 锅里加入水和油 然后把我们的蛋液打入到锅中 鸡蛋一面煎好以后 我们再把鸡蛋呢 给它翻过来面 再煎至另外一面 两面全部煎好以后 我们用勺子把鸡蛋 给它切成大块 然后把煎好的鸡蛋 我们给它推到一边 这时再下入我们 切好的豆腐块 把这豆腐呢 简单的给它煎制一下 豆腐一面煎好以后了 咱们开始调个味 加入生抽酱油 蚝油 少许的胡椒粉 一小勺的食盐 再来一小勺清水 然后呢 迅速的把它们翻炒在一起 在炒制的时候 比较慢点 千万不要把豆腐给它炒碎 炒制成这个状态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用小火 把豆腐在锅里面烧制五分钟 烧制五分钟以后 我们再加入些香油 简单的翻炒两下 出锅了 最后我们再放上一朵香菜 给它点缀一下 这样咱们好吃又没味的鸡蛋 烧豆腐就碰碰完成了 虽然它的品相不好看 但是鸡蛋烧豆腐这样做 超级的下饭又营养 做法又简单 特别适合家里面有老人的 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今天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这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吃豆腐 就试试我这个方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